员工在购买健保时应该选择个人健保还是选择加入公司的团体健保 而这两者之间的优缺点又为何 现在就请健保保险的专员来为大家解答 在南加州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雇主 那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我应该需要用我公司来买健康保险 或是说我今天用我个人可能我的夫妻的名义来买家庭的计划就可以了 其实法律并没有规定说在50人以下的这个小公司一定要买健康保险 那只是您在选择上它是有一些利弊的 比方说您用公司来投保这个当然全部是报成公司开销 那如果您的这个income qualify的话 基本上如果年薪的平均公司的每一个人是低于5万块的时候呢 那用公司来买可以拿到最高35%的退税 那这样的退税呢其实是在每年您公司报税的时候可以申请到去年年度的一个退税 那公司保险如果我们谈到好处那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坏处 就是它在保费部分因为公司保险做得非常的完善 它大部分都是一个权险相对的它的保费有时候不是这么低廉 特别是对这个年轻族群来说 如果说您是在20岁30岁这个范围里面的年轻族群 其实很多时候公司保险的保费会比个人保险来的贵一点 也就是个人保险也好公司保险也好 你选择的时候要按照自己的年龄自己的需求 那我们现在讲到2014年马上开始1月1号呢 每一个人我们在美国只要您有绿卡也好 你永久居民或是说您是公民都一定要有健康保险 在以往呢25%的人就是在美国特别是在加州 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没有保险的 中国人里面也占了很大多数 那1月1号开始会有penalty 那如果您没有个人健康保险 最高会罚到1%的income 再来2015年呢是2%的income这样的一个罚款 那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对您也一点保障都没有 所以make sure您一定要有个人的健康保险 如果您刚好是中小企业雇主的时候 就算您没有发payroll 比方说您有两位这个owner在上面 比方您跟您的太太 或者说您有其他的股东 其实没有发payroll的情况下 只要这个公司成立三个月以上 很多时候呢可以用公司的登记来申请公司的健康保险 只要每一个都是股东 或是说今天我owner有两位以上 就可以来申请的动作 但如果说未来公司这个运作 运作到了一个程度 开始有增员工 那在员工的部分 员工必须是based on一个payroll的基础下 W2的payroll的基础下 那有的人就说 那这样我1099的员工是不是也可以保 其实很多时候1099在保险公司这一段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您是中小企业雇主 本身可能是两三人的公司 那目前都没有保险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申请保险 马上2014年1月1号就会面对罚款 不妨问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比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